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有 所以也许可以复习一下 请各位想想看 当然,第一个我们不是有前面学过吗? VBA吗?按下去 全部一次搞定 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效率上面一定远远还是比你使用公式 来得快 或者另外一个 什么呢?插入一个VBA VBA的话呢?什么?使用者定义的吗? 地址函数还有地址函数范围 还有印象吗? 当然地址函数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邮递区号 你会发现 光选你要选城市 街道 断 太麻烦了 有没有 所以这边还没有 non non 号 楼 当然最后串出来一样OK 只是 好像不方便 所以我们后来有讲了一个什么 叫做 地址函数的范围 当然你就直接给什么 这样的范围比较好了 有没有很快吗?按确定 向下填满 完成 OK 这个前面都有 带到过了 只是说 最后这个可能就是复习一下 请各位思考一下 第一个 先用什么?用函数的方法 试试看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利用 而且你可以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复制过来 这边改成VBA好了 那VBA的话就是 我们希望这样按下去 跟 这样子 来 最好是用这个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是觉得 函数到VBA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是觉得 都是在 解决问题 那只是说如果你会用一个 比较 相对快的方法的话 以后这个问题当然就会 比较快的迎刃而解 而且你会解决的 非常的有成就感 其实为什么一直长久以来 像我写程式也写了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 其实最主要是 当我刚开始接触到程式 慢慢从程式里面得到成就感之后 其实这种感觉再也回不去了 以后的话 我想 一想到问题还是尽量用程式的方法解决 之后再也不会想说用土法链钢 即便我 还是没有答案 可是我宁可 把时间花在找 这个答案上面 有时候反而可以釜底抽薪 可以真的 彻底解决一个问题 否则的话 如果你用以前的方法就得过且过 反正你永远都在 恶性循环里面 那个循环你就走不出来 所以 可以想想看 所以后来我发现 尽量还是给各位一些 思考的空间 也许你们前面用过了 尽量如果可以 找一些问题 像刚刚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工作里面这种问题还蛮多的 如果说你也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答案 做出来 那恭喜你 表示 但是你真的 已经 慢慢 有那个feu了 其实写 写VBA也是要一个feu 不过不可能说马上 可以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大部分都还是在什么 找一个范本吧 刚开始也许你可以从范本 参考 修改 开始 所以也许你一下 没办法马上 可以上手 但是至少你有曾经写过类似的东西 怎么样 可以拿来参考就好了 所以这部分 请各位先试试看地址合并这个练习题 第1个函数部分应该没问题 可能 顶多是这个号部分 就不需要用逻辑 而是直接 H2指的是几号 串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应该 比较简单一些 那 所以我们签到VBA部分 那VBA我讲过 至少会有两种 第一种 按个按钮 第2个是清除 所以 写法 For I 有没有 For I 等于第2列 到 A2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没有问题 第2个是 我要输出的结果 是 把它们全部 串在一起之后 再 丢到 这个地方 所以 串完之后 再丢 那我这边会多一个S 等于空自串 那这个S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自串 变数 这个变数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串串串 可以把 所谓的自串 就是可以一直 把它加到后面 串在一起之后呢 再一次的输出 所以最后的话会写一个什么 这个储存隔 这个储存隔 可能就Sales Idea的 什么呢 追栏 对不对 追栏 等于什么 等于S 因为S是 最后串完的结果 所以最后一行一定是 S 等于 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怎么写 但因为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简单先来看一下 那我的回圈基本上 第一个一定是先 产生一个空的 自串变数 里面没有东西 它就是一个 空的自串 那for I 等于第2列到最下面 这也没有问题 那我先怎么 S等于 把什么呢 先把 B C D先串在一起 先串在一起的话 就是说 我可以先什么 Sales B 有没有就B栏 106 再串什么 C 再串D 串的话 就M的符号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串到这边的话 它就是 106台北市四维路 可是后面这边 需要判断 所以我可以 if Sales的 1 里面 不等于空的 特别说 我刚刚是等于空的 不过主要为什么 是不等于空 因为如果你等于空的 你还要写个L 可是你不等于空的话 你只需要写这样子 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空的话 就是里面有段 才去串 可是如果等于空的 那就跳过了 跳过意思说 他什么事都不会串 也就是不会有段 这样比较简单 有没有 OK 所以你 当然你要写一个 等于空的 加一个L 结果也是会对 只是说 怎么写会比较简短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段写完之后 有没有 就跟刚刚一样 段 像 non 号 号不用 号是直接串就可以了 S and 特别说 这个是串接自己 在几号 特别说 这种写法是 自己串自己 所谓的自己串自己 是前面有东西 你要再跟后面串 写法一定是 S 等于 Sand 后面要串的东西 几号 然后呢 几楼 这个楼要判断 所以再判断 最后呢 你串完之后的话呢 就怎么样 把它输出到追篮去 所以特别注意 把它先清空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给各位看 基本上 F8 组航一下 然后呢 我现在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说 这里面串什么 你可以 F8之后 游标放在前面 106 台北市四维路 也没有断呢 没有 跳过 没有断 有没有像呢 有像 所以串一个 几像 几像 所以呢 S里面的话 要多一个像 你看得懂吗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可以 配合F8 或者中断点 也可以 中断点 然后F8下一个 所以几弄 这个都一样 然后几号 串 串 往下串 串完之后的话呢 几楼也有了 最后的话呢 它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地址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丢到我现在的第二列 就这一二的位置 丢出去 OK NAS NAS 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就是重新串 不过 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呢 其实它目前里面有东西 如果我现在重新 重新再放 一个东西进去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它盖过去 除非我在这边写一个什么 SN的 后面的东西 才会继续串 所以我这个第一个 是先把它盖 所以第二个 第二个 是指的是下一个 106台北市 是和平东路 所以这边的话 有没有 把它盖掉了 所以那个 变数就有点像 那个我们的剪贴簿 C 那你每一次 C 下一次都把它盖掉了 OK 所以里面的东西呢 就有重新 那一样的方式 所以 基本上 我全部 让它跑完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全部的结果呢 就会一个一个的 帮我把结果给输出了 瞬间 OK OK